不吃扩容的枪你知道吗 扩容弹侠能够提升枪械的弹容量 有的枪很需要它 有的枪却无所谓 今天来聊聊不吃扩容的三把枪 捡到就能发挥作用 是前期首选 1.汤姆逊 汤姆逊是一把点速口径冲锋枪 它的弹发伤害是非常高的 有40点 和大部分5.56步枪伤害相同 但射速没有大部分冲锋枪那么快 是11.04发每秒 和大部分5.56步枪差不多 所以以它的射速和伤害来说 初始30发的弹容量已经非常多了 足够用了 即使没扩容都很厉害 2.AKM AKM它的单发伤害是步枪最高的一档 为47点和狗杂相同 但它的射速却没有狗杂那么快 只有每秒10.18发 这因为伤害高 射速也不是太快 所以初始30发的弹容量已经足够用了 并不像其他步枪一样吃扩容 3.明尼14 明尼14作为射手步枪 有两个最大的优势 分别是超高的弹容量和极少的配件 它初始弹容量就有20发 而其他很多射手步枪初始才10发 扩容后才20发 明尼14初始就有人家扩容后的弹容量 所以它也不吃扩容弹侠 20发的弹容量足够用了